绿油油的蔬菜看起来真的是蛮舒服的 不过电子五哥除泉洗秀 今天广达打头阵 可能有一点脸绿了 那么我们看到是 那么广达美股配发四块钱 现金鼓励 但是今天田洗行情可以说失灵了 中场下跌3.89的百分点 收在71.5元 那下个礼拜要换人保华 塑瀚红海要登场了 能不能顺利启动田泉洗行情 当然投资人在这个时间 真的很期待 选在电脑展前夕 广达上演除息秀 结果却让投资人摇摇头 广达美股发了四块钱现金鼓励 但一开盘股价就下跌1.4元 盘中缓步走跌 中场收在71.5元 跌幅将近四个百分点 严重贴席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传统上第三季是电子的旺季 但今年并不旺 电子业第三季恐怕业绩不亮 五哥除全席广达打头阵 接下来华硕仁保和红海 也选在8号到10号三天密集除全席 虽然说四家科技大厂 总共要发给投资人485亿大红包 等于一座台北101造价 也渴望为台股市场注入资金活水 但除全席行情之路 市场似乎都不看好 苹果在新旧的这个产品的交替起 第三季内拉获了这个动作不大 那今年爸爸妈妈已经没什么太多的预算 给小孩子在返校需求 添购这些电子产品 电子业除全席受到欧美景气疲弱影响 反观台速四保有大陆降息庇佑 统统顺利填息 不过广达即使没填息 董事长林白礼名下超过51万张持股 等于今年手头会多了20.42亿现金股息 比郭董的20.09亿还要多 林白礼会不会也跟进王雪红加码自家股票 还是用来投资入股云端科技 引起外界好奇 东森材营新闻 叶久龙何人凯 台北报道